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z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葡萄酒 开始说之前 因为下一期我想录10万粉丝的回馈视频 所以小伙伴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期待你们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葡萄酒 为什么想聊聊葡萄酒 因为我的时候发现 大家有时候去吃饭 一个菜单 然后拿一个酒单 十几页甚至几十页 然后你就坐那翻翻翻 除了能看懂一个red white 然后就感觉一脸懵逼 还有比如说我们想去参加个什么聚会 给朋友送个东西 其实送酒是个挺好的这样一个礼物 但是选啥 就感觉我们经常会看到葡萄酒 但是就对它真的是知之甚少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了 就只是说当我们了解了一些 跟葡萄酒相关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之后 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其实都能迎刃而解 所以下次我们再去像点个酒 送个人 就不用两点一摸黑了 也是咱提升一下逼格 就比如说大家在这谈笑风生 在这聊酒门话的时候 我们也能听得懂也能聊上两句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酒单 一般你在一个酒单上 最大的分类一般分四大类 叫做红葡萄 白葡萄 粉红葡萄 七葡萄 当然也有其他更细分的一些分类 比如我们看什么甜酒 然后底下还有再细分的干红干白 不过基本上你先知道这四种就OK了 这四种其实分类也很直观了 物理上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红酒是红的 白酒是白的 粉红酒是粉红的 气泡酒是带气的 但这几种酒最大的区别 其实它在酿造工艺上的不同 就比如说红葡萄酒 它那红色是皮里头带的 所以红葡萄酒是这种红皮的葡萄 它一般在酿造的时候 在发酵的时候是带着皮发酵的 所以它这就是红的 那白葡萄酒它就不带皮 不管你是红皮葡萄还是白皮葡萄 只要你去了皮酿 酿出来都是白葡萄酒 所以总结下来 红葡萄酒一般就是红皮葡萄 带皮酿造的 白葡萄酒一般就是 白皮葡萄去皮酿造的 那粉红葡萄呢 就带一点皮 所以它一般呢 就是说跟红皮的葡萄 有一个跟皮短暂的接触 但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 是不带皮的 这酿出来就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 充满少女心的粉红色 所以一般也特别受女生的喜欢 女儿贵妇一看 哇塞 跟玫瑰一样的颜色 给她又起了一个 特别美妙的名字 叫Rose 你这么一读Rose 我就感觉是吧 这也其实是 法国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 就是薰衣草香 普罗旺斯 它那儿其实就特别盛产 Rose这种酒 就是粉红色的这种葡萄酒 那气葡萄酒是怎么回事 那气肯定不是打进去的 那多没有逼格 酒里的酒精是哪来的 是葡萄里边的葡萄糖 经过发酵转化成了酒精 那酒精如果再经过发酵 会转化成什么呢 二氧化碳 对 这就是气泡酒 为什么会有二氧化碳呢 所以最传统的工艺啊 这种气泡酒是经过了二次发酵 才有了这个气 但是啊 不是所有的气泡酒都叫香槟 就好像不是所有的牛奶 都叫特伦苏一样 那香槟呢 其实是法国一个地区 当然也盛产香槟这种酒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只有那个地方产的酒 我们才把它叫做香槟 所以按这几种最大的类分啊 一般来讲吧 这个白葡萄酒 Rose 还有气泡葡萄酒 就口感会更清爽一些 也更适合新手入门 就比如小姑娘刚开始 喝一碗都喝这种 那红葡萄酒呢 就相对来讲 更醇厚更有韵味 比如说啊 咱们跟小姑娘出去约会 人家可能没怎么喝过酒 上去 你要给人点酒 那就好就从这种 比较清爽的入手 你要上去点一首 我来一个不玩多的红酒 听着好像感觉挺那什么的 小姑娘一喝 苦了吧唧 跟个酱油似的 从此就再不跟你去喝葡萄酒了 那 小伙儿 这就基本是凉了 对吧 刚刚说那是 最最基本的几个分类 那再往下说 我们看这个酒单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新的名词 比如说 有时候说Burgundy 有时候说Pinot Noir 就是黑皮诺 有时候说Champagne 有时候是Cavernier Sevigny 就是赤霞猪 一会儿是这个地名 一会儿是一些什么葡萄 葡萄还都不认识 就感觉乱七八糟 但其实说到葡萄酒站 只要我们先明白了 一个小概念 就能打开世界葡萄酒的大门了 是哪概念 就是新世界和旧世界 它其实是一些 对国家的一个分类 旧世界呢 一般就是说那种 欧洲比较早期开始酿酒的 那个地区的国家 一般就在地中海附近 以法国为首 然后像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葡萄牙这些 他们呢就是历史悠久啊 工艺也很传统 所以在这些地区呢 葡萄酒一般是按照它的地区 甚至是再往下酒庄来分类的 所以我们在菜单上看到 比如说博尔多呀 伯根地呀 香槟呀 这些呢 其实就是这种旧世界的国家 按照地区来分类的 那新世界呢 正好就相反了 就是移民世界开始之后啊 这个葡萄酒酿造工艺 也被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像是美国 加拿大 什么治理 阿根廷 包括中国啊 都算作叫新世界 那在新世界呢 就没那么讲究了 咱就追求一个量 对吧 追求工业化 追求高效 就是咋喝 喝得高兴 所以在新世界呢 就干脆 我们就要都按葡萄来 对吧 就是吃什么葡萄 就叫什么酒 比如什么赤霞猪啊 黑皮诺啊 就皮诺诺啊 沙尔德内啊 这些呢 一般就是新世界的这些国家 根据葡萄的品种来分类 但是你看菜单的时候 它才不跟你说 哪些是旧世界 哪些是新世界 所以就葡萄搅起来 都放一块了 那肯定觉得乱了 对吧 我们刚说新世界 按葡萄粉 那葡萄跟葡萄就不一样 就比如我们 有的时候看品酒师 一喝一杯 呃 此酒这个 甘宁顺滑 酒体浑厚 身红保实色色 有果香 口感饱满 啊 好像很懂的样子啊 所以咱们现在来讲一些 知道高端的知识 你知道这些啊 你就跟之前说什么 知道红葡萄白葡萄粉 红葡萄西葡萄 就完全不是一个level 我们说一般品酒 有哪几个维度啊 甜度 酸度 酒精度 丹宁 酒体 前面这三个很好理解了 甜啊 就甜对吧 在酒里边对应着 跟甜相反的叫干 你说干红干白 就这个意思 然后酸 酸 酒精 这就很直观了 后面这两个 丹宁和酒体 这个就是品酒 或者说装逼 必备的一些小常识了 丹宁是什么意思啊 丹宁说白了 其实就是在酒里 你喝完之后 会感觉色色的那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种分类物质 就是会刺激这个舌头上 口腔 然后让这个口腔里面的味蕾 粘膜收缩 这样就会产生那种色的感觉 它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葡萄的皮 和葡萄那个精里头 所以刚刚我们说 红葡萄酒 还重点至上 红葡萄酒是红葡萄 葡萄代品那样造的 所以呢 只有红葡萄酒里面 才会有这种丹宁 然后白酒喝着就清爽很多 但丹宁 它是个很淘气的小东西 它呢 就如果说在一个 比较冷的环境里面 它就会更色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平时喝红酒的时候 不会去特意的去冰镇 但是白酒 你看它想清爽嘛 一般就弄个冰桶 放着里面冰冰的 喝着感觉比较清爽 我们喝红酒的时候 你看经常弄一个 这样各种形状 往这一放 感觉逼格很高 叫醒酒器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为了让这个丹宁 跟空气接触完之后呢 这个就可以挥发出去 就让酒没那么色 然后留下这个酒香 但一般老酒 或者说陈年的酒 才需要醒 特别新 比如五年之内的酒 其实一般是 不太需要去醒的 红酒那个杯子 就是肚子特别大嘛 这个也是因为 它想让丹宁 跟空气接触 然后把丹宁给散出去 所以红酒杯 一般肚子大一点 那白酒杯呢 它就想把这果香 给包裹住 所以口就小一点 都是因为有这个丹宁 然后才有了 后续这一系列的故事 然后我们再说说 这个酒体 酒体吧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感觉是 酒世界的人里边 特意发明出来的 一个很玄学的词汇 酒体的意思 就是这个酒 喝进去之后 在你舌头上 你能感觉到 它的那个重量 我是想不太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跟 比如说我们喝牛奶 有这种脱脂的牛奶 低脂的牛奶 有全脂的牛奶 那你喝下去之后 就感觉到 全脂的会稠一些 对吧 所以我觉得酒体的大致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酒体是什么决定的呢 就一般来讲 丹宁高的酒体高 酒精度高的酒体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丹宁 我刚才不是说苦涩吗 所以你喝上去 就感觉后劲很重 酒精度高呢 也是嘛 辣喉咙 就感觉后劲很足 所以你就会感觉 在口腔里 感觉它们更重一些 所以红葡萄酒 它一般来讲 是比白葡萄酒的 酒体更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红葡萄 它一般种植的这个区域 会比白葡萄酒 更热一些 所以它一般呢 就更成熟 熟的话 糖就多 糖多呢 能酿出来的酒精就多 酒精多导致了 酒体重 同时呢 刚才我们说红葡萄酒 它丹宁也多 所以丹宁也多 它酒体重 你看我们之后 再去喝酒的时候 就不用光说 这个酒好像挺ho的 这个酒感觉挺好喝的 我们就可以说 它丹宁怎么样 酒体怎么样 就感觉上升到了 一个新的level 现在这七种呢 就是我感觉一般 最常见的七种 红葡萄白葡萄 红的我列了三个 白的列了四个 最常见的一些酒的品种 你知道呢 比如说我们点菜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菜 去搭配酒 对吧 就又上升了一个境界 就一般哈 比如说重一点的食物 像牛羊肉 我们就配那种重一点的 丹宁多一点的酒 就搭配比较好 像是那种清爽一点的 比如海鲜呀 鸡肉呀 橙子呀 就酸一点的 那相应的 我们就搭配着这种 清爽一点的 比如白葡萄 或者说酒体轻一点的这种酒 如果你觉得这七种 也太多的话 那小林推荐呢 我们可以记住一下 这三种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皮诺诺 就是黑皮诺 这个呢 是在红酒里边 酒体比较轻的 就是喝起来比较清爽的酒 所以如果女生想开始尝试红酒呢 我就比较推荐这个皮诺诺 然后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其实是小林最爱喝的红酒 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看看品位是不是差不多啊 皮诺诺诺最著名的产地 就是法国的那个Burgundy 就是伯根地 然后还有一个 一定要记住的呢 就是这个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法语说的不太好 请见谅 中文呢 就叫做赤霞珠 平时你要看什么长城 什么杰百娜 那个杰百娜其实说的也是这个Cabernet 就是音译过来的 这赤霞珠呢 它的红酒里边就属于那种酒体比较重的 丹宁也比较重的那种 就喝起来可能更色一点 更有那种酒的感觉 Cabernet最有名的产地呢 就是法国的名酒区啊 波尔多 当然还有加州的那种Napa 其实都产很多很多的Cabernet 就比如说我们从地理上看啊 这个波尔多就比之前我们说盛产 Pinot Noir的那个Burgundy要更靠南一些 所以它呢产出来的这个酒 我们稍微上升一点 到这个地理层面上 它的气候呢就更温暖一些 所以产出来那个葡萄呢就更熟 就更甜对吧 甜就酿出来的酒 刚才说那一套酒精更多啊 丹宁更重啊 就让它会感觉更浑厚一点 那跟Cabernet最好的搭配呢 就是牛排了 红酒配牛排 这里边说的红酒 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指这个Cabernet 所以啊 比如说咱们再带小姑娘出去吃饭 你跟人点一个烛光晚餐啊 来一份牛排 然后你说 嗯 此刻就非常适合 来一杯波尔多的赤霞猪 小姑娘就会向你投去 崇敬的目光 就感觉嗯 很懂啊 红酒就说这么多了 知道这俩就差不太多了 白酒我们就说一点 我就说说这个Cabernet吧 就中文叫霞多利 它呢其实在白酒里边 算是比较重的 虽然它整体喝起来 也是会感觉没有红酒那么苦涩 但是在跟白酒相比呢 它就没有那么的酸 就感觉啊 还是挺饱满的 像这几种呢 都是特别特别常见的 就比如说 如果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或者去一个party 哎 你知道这几个啊 你点酒的时候 就心里有点就不慌了 就不会说 哎 你老板点了一个什么 你说哎 我也要一杯一样的 尝了一口 之后你就拿着这杯酒 半天也喝不下去一口 这种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呢 比如说你去什么场合 送人啊也都对吧 就心里有数了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拿一瓶酒 去一个这种很多人的场合 要让很多人喝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得挑一些 比较适合大众去喝的 对吧 你就别挑那种特别个性化 特别苦的 再比如说啊 你要是送人 你送一个长者 比如说你送你的男性老板 那为了体现我们这个 成熟稳重的一面 我们就要来一瓶 非常醇厚的红酒 对吧 这就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当然啊 在挑酒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一个事 就是这个价格 大家肯定很关心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 感觉要主持了 上面说说这个价格啊 因为价格 你看在红酒里面 这个特别大 有些可能几块钱 几刀一瓶 有一些啊 成千上万的 你说凭什么差距那么大 对吧 到底什么样的酒 才是好酒 我没提到好酒啊 很多人跟我一样 一想到的就是 82年的拉费 应该是一个传奇的年份 82年的拉费 就感觉这个东西 好像已经不简简单单 是一瓶酒了 而是一个 这种社会身份的象征 82年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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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贵 查一下现在差不多一瓶呢 就是几万人民币的样子 那你说82年的拉费 它为什么这么贵 一是因为82年 二是因为拉费 拉费呢 它其实就是 法国波尔多地区的一个酒庄 就比如我们看菜单 一般它要按地区分完了 底下你再看哈 那个酒都写的酒庄的名字 那法国有成千个 上千个酒庄 像拉费呢 就属于法国的五大名庄之一 所以就算是出身名文吧 当然它出身名文 并不是说就是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它其实就跟我们之前说那种奢侈品似的 它背后啊 就是从它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流程 都有非常严格的把关 从一开始 葡萄的种植 采摘 然后压榨 发酵 然后要调配保存 这一系列 其实里面都是很有讲究的 尤其是在这种旧世界的地方 因为它都是人工 要按照他们那个工艺标准去做的 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从一开始的采摘到后面发酵 正常来讲 一般情况下 一瓶酒差不多要600到800个葡萄 就能酿一瓶酒 但是呢 就有一种特别特别工艺 特别高端的酒 它叫贵福酒啊 那种呢 就是说你这个葡萄啊 里边那个特定的葡萄品种 然后那个葡萄瓶呢 必须是当有一些什么霜冻啊 侵蚀到瓶里 就很难搞啊 像这种葡萄酒啊 一般得两三万个葡萄 才能酿出来一瓶酒 而且对工艺的要求也极其严格 你说这各方面的成本高 它价格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 总而言之啊 就是酒庄在这个酒的价格里面 因为它决定了这个酒的品质 和酒的各种工艺 所以它是价格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那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它是82年 82年呢 它相当于是在葡萄界的一个大年 就跟我们种粮是大小年一样 对吧 大年产出来的葡萄酒好 好的原材料呢 也是这个好酒里边 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什么样的葡萄算是好葡萄呢 品种肯定不一样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在它自己那个品种里边 就希望它更成熟一点 那一般更成熟的 就糖分更多 就能更能酿酒 所以这种葡萄呢 一般来讲就是 我们说好一点的葡萄 所以要想有这种好葡萄呢 那这个气候 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就是比如说得阳光充足 你肯定不能有什么雨了 对吧 你要整天下雨 那葡萄都豁了 所以你从来没看见 说什么伦敦是一个 盛产葡萄酒的地区 那因为那个气候 肯定就不允许 这也是为什么 就地中海延啊 为什么那个旧世界的那五个国家 气候特别适合葡萄的生长 而82年这一年呢 就是干旱 但是不是干旱 全年阳光灿烂 也没什么雨水 所以就让那个葡萄呢 长得特别好 特别成熟 然后也没有什么灾害 所以酿出来的酒呢 大自然就非常的肥美了 而且82年 那都过去40年了 你再也弄不出来一瓶 82年的辣废了 很多人买这个酒 也是为了当一个投资了 因为这个酒 肯定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贵 对吧 所以这价格也就 慢慢就上来了 那么多酒庄 那么多年份 我们不可能全都记住 对吧 所以一般小林挑酒的时候呢 想看酒的好坏 就有个小tip 就是我们看看价钱 在这儿有一些参考吧 就一般来讲啊 100刀或者1000块钱 基本上就能买到品种里边 相应来讲 品质比较高的 当然不是 我就说正常的这些酒 那种什么贵服酒啊 那种除外 所以一般50刀到100刀 或者大几百块钱吧 就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这么一个区间了 要是再贵 那可能就要么是 比如说特别稀有 或者是身份的象征 或者是有什么投资价值啊 等等等等 好我们刚才讲这么多 稍微来回顾一下 到底怎么挑 对吧 怎么选 那首先最开始的 红葡萄 白葡萄 粉红葡萄 七葡萄 这个大致的分类 然后呢 就我们慢慢可以熟悉一下 这种葡萄的 不同葡萄的品种 它口感到底怎么样啊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就比如说 你要是喝了一个 你觉得挺好喝的葡萄 你可以看看 这是什么葡萄品种 对吧 你把这个技术 搭配一下什么场合啊 食物啊这些 这样之后选的时候 你就喝这种葡萄的 八成就错不了 然后再往后了解一点呢 就是像酒庄啊 年份啊 然后还有价格啊 对吧 所以这样呢 其实选一选就 就葡萄酒的世界 就已经向你敞开了大门 当然如果要是 大家有什么想法 评价 或者专家 有什么建议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别忘了关注点赞 还有给我提问 今天先这样了 拜 小酌怡情 大酌上身啊 还有21岁以下的小朋友们 看看就得了哈 等到了年龄再去喝 最后祝大家 喝了一份 哈喽 大家好 从哪开始来着啊 对吧 所以不管你是红葡萄 还是白 红皮儿葡萄 还是白皮儿葡萄 是那个皮儿 葡萄皮儿里来 进行发酵 发酵 酿造的 爪 好 感情 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